因為我有提醒他們 可是他們當初都敷衍我 聽完我的電話 他們就說不了了之 然後也不接受我的建議 不然今天其實實際上 或許傷害不會有這麼嚴重 因為我在三年前 因為台灣地震代 那平反就是說發生在台東 那之前也有一個案例 就是卡位也是掉下來 骨灰破在一起 那我就是因為都會擔心 因為畢竟我們長期都住台北 三年前兩年前跟去年 我都有分別跟相公所的殯葬業科 有跟他們說 我說了就是說 他們要注意一下 因為我有被之前的管理員告知 說我的祖先的牌位的門是鬆動的 那因為我有提醒他們 我說他們給我的說辭 就是說因為地方敬費不夠 沒辦法換 那我說可不可以我們自己自訴 我自己來就是說 把我的祖先的閨位的鎖緊 因為我希望說避免有傷害發生 因為這種傷害都是你沒辦法抵救的 可是他們當初就是都敷衍我 然後就是聽完我的電話 然後就說不了了之 然後也不接受我的建議 然後因為這個是公有的東西 我們自己也沒有自主權 所以其實我剛才有跟那個所長說 我說他們處理的方式就是用敷衍 不然今天其實實際上 或許傷害不會有這麼嚴重 他說他去年有患 但是因為他連去年有患 我去年打電話的時候 他也沒告訴我他有患 所以我是不知情的情況 我剛剛跟他說 我即使現在這個地震 我祖先牌位掉下來 大家都不樂見發生 可是是不是可以防叛未來 就是說你盡量將那些還沒掉下來 趕快去補強 不要說讓所有的民眾都經歷這個傷痛 因為我去年掃護親民節我也有來 那管理員是已經換人的 但是管理員去年親民節4月5號的時候 我們祖先的那個門也是鬆的 所以我不知道他是什麼時候換的 事實上有沒有換 我們也都還沒有進行確認 勘察過 當然如果說有換最好 那如果沒換 其實這個東西就是希望說大家能夠重視它 0403強震後的確造成我們初音三大谷堂 1樓跟2樓部分的歸位有一些損壞 然後我們也請專業的檢古師跟離師到現場來協助來盤點跟清查 然後公所也組成專業的團隊在相關的訊息公告之後 那我們也組成了專責的電話小組一一通知有受災損的民眾跟家屬 我們就是排定在4月6號的上午分成兩梯次 受災損一樓的部分 安排在4月6號的上午來做現場的會看 4月6號的下午 針對二樓的部分也安排了民眾現場來做一個會看 那我們切的作為都會等民眾確認之後 繳交相關的一個調查的議員署之後 那我們會再近期針對這個事件來召開一個處置的一個說明會 再近期我們也會辦理一些追思法會 啊